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那天我被几个标形大汉 劫持到一栋荒废已久的大楼里 所幸的是这几个男人还有职业道德 他们只想要钱并不屑耍流氓 我原本以为这样的事情只会发生在电视剧里 然而今天真真切切地发生在了我身上 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我老公伍杰 我叫西子,是一个商贸公司的文员 我与伍杰结婚近十年,育有一女 她与我是相亲时认识的,我是大龄女青年 看着周围的朋友们都结婚生子 家里人也着急,我也难受 于是好事的八大姑七大姨 时常介绍自己亲戚或者朋友的孩子给我认识 经历过无数奇葩相亲男后 我遇到了伍杰 他是我阿姨朋友的儿子 他长得还不错 身材比例也是我喜欢的类型 在此之前,我曾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恋爱 对方去了海外深造 直到他临行前才通知我 这一场恋爱一开始 我就没有被他规划在结局里 好多年,我都无法走出失恋的痛苦 也无法自己找爱人 像丧失了再爱人的能力 于是好事的亲戚们给我介绍男朋友 我也从未拒绝 起码对方的原生家庭 无需再花时间去了解 伍杰便是一个挑不出毛病的男人 家庭条件也不错 早期他父亲眼光独到 在金融街投资了几套房子和门面 那一区早已规划为旧城改造区 再过几年,只待房屋拆迁能大赚一笔 介绍人简单介绍了一下情况 我便暗暗觉得 眼前这个男人很适合结婚 重要的是他也并不讨厌我 只是我并不爱他 我想婚姻也就是两个搭伙过日子 有无爱情绝对不是检验婚姻 是否合适的唯一标准 就这样我抱着这种心态和午节结了婚 婚后我们还算和谐 像所有小夫妻一样 对生活所设置的观察 开始升级打怪了 平淡如水地过了两年后 我就奇怪我的肚子一直没见动静 满腹狐一的我们去了医院进行检查 结果我们两个人的身体都没有任何问题 至于为什么一直没有怀上孩子 我认为孩子是爱情的结晶 没有爱情当然很难有结晶 婆婆对这个事情还算大度 一直没有责怪我 并且还经常带着我去医院调理身体 在我疲于奔驳医院的时候 我忽略了午节 因为要做穿刺来监测卵袍 一次穿刺就疼得我在医院病床上豪天豪地 回到家躺在床上连话都不想说 根本没心情关心伍杰的工作和生活 伍杰越回越晚 他告诉我因为公司的业务比较多 难免有很多的应酬 希望我能理解他 我并没有质疑他 直到有一天 我的手机收到了一则信息 发信人是我们的共同好友 大概的意思是 伍杰找他借了一笔不小数目的钱 最近他急用 希望伍杰能还给他 维边忍受着身体的痛痛 一边质问伍杰 他说前段时间 与别人合伙做生意亏了几万块 我提醒他 将来小心谨慎地进行投资 并尽快把别人的钱还上 他满口答应 我对他的话并没有产生怀疑 不是我有多相信他 而是因为我不爱他 所以他的事情我根本不上心 到目前为止 我只是迫切地想要一个孩子 在婆婆的受益下 我们尝试着做了试管婴儿的培育 他老人家也想尽快抱孩子 最后我们成功了 这个孩子来得极为不容易 于是我便辞职在家安心养胎 哪知在我怀孕七个月的时候 收到了催债公司打给我的电话 他们威胁我 尽快替伍杰把欠下的钱还清楚 否则伍杰将会有生命危险 我害怕极了 后来才知道 原来他一直沉迷于赌博 虽然我知道他平时有打麻将的爱好 但也只是小赌一情 没想到他竟然跟着他的那群狐朋狗友 出入德州扑克会所 每场输赢小到几万 大到几十万 伍杰求我不要告诉他的家人 但面对他欠下的缺口 我们实在没能力填补 后来伍杰提出 借用我的名字 找熟儿帮忙 办理几张大额信用卡 暂时借给他周转 还他借的高利贷 将来再慢慢还我的信用卡 我的性格不属于有主见的人 遇到这种事 我只有慌的份 既然他能找到解决的办法 我也就同意了 这样可以换来 我运气生活的暂时和谐 我也懒得去想 后来我才明白 一个男人能在妻子还孕期间 让自己的妻子和未出世的孩子 于动荡之中 本身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 而我对他的所作所为 却选择了养耳盗铃 帮他偿还债务 这眼间我们的孩子出世了 初为人母的喜悦 渐渐冲淡了最近这些糟心事 然而我还是低估了他造作的能力 一天我买菜回家 路上就被两个标形大汉劫走了 他们让我给伍杰打电话 让他在两天内 先筹齐欠下的五十万 剩下的一百万一个月内还清 我懵了 前几个月才三十万而已 而且他借我的名义办的信用卡 已经还清了 怎么又欠了这么多的钱 那几个人对我还算客气 只是让我不断地给伍杰打电话 让他筹钱 也没有给我苦头吃 伍杰接了电话 他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 又怕别人对我不利 没了办法 只得先报警 带警察来 对方做了鸟兽散 但我知道他们不会就死罢手的 婆婆为了我们的安慰 垂胸顿足地找了中介公司 挂牌卖掉了一间房子 高利贷的钱终究是还清了 造作了这么多 我和他之间连累一点情分 也被消磨殆尽 我开始和他分房睡 这是我对他所有不满的发泄途径 我希望他能够反思自己的错误 当然 期间的性生活也是少得可怜 几乎没有 每次看到他 都会让我想起那次被高利贷绑架 我对伍杰所有的欲望和热情 瞬间降至冰点 我们就这样一直僵持着 直到孩子五岁生日的那天 他请了几个朋友为女儿庆生 我有心借这次机会 缓和一下我们之间的关系 那天五节喝多了 手机就放在我包里 回到家后 我安顿他睡下 他的手机里有好几个未接电话 都来自于同一个号码 我很好奇地用他手指 按开了上了锁的电话 有一个昵称叫宝贝的微信好友 发了近几十条信息 如果不是那天五节喝醉了 或许我永远都不知道 五节出轨了 他们的聊天信息那种火爆 看到我头皮直发麻 对方亲密地称五节为老公 以他们聊天的方式来看 认识的时间并不短 我一夜没睡 哭肿了眼睛 我回想起和他在一起的种种 既是他赌博又出轨 我还是拿不出勇气提离婚 第二天我把信息摆在他面前 希望他给我一个解释 他快速删掉了信息 只说是一个月前 在KTV唱歌的时候 认识的陪个女 并向我保证会和他断联系 我只能再次相信他 我不想离婚 也不希望孩子没有爸爸 我只能告诉自己 只当他去习域中心找了个小姐 反正我们家是男人 也没吃多大的亏 我以为婊子无情 细子无义 一个干内行的女人 总不会为哪个男人付出真心 可我忘记了 她也是个女人 她也有爱人的权利 而她竟然爱上了我老公 我跟武杰大闹了一场 她开始有意无意地 疏远那个女人 但她变本加厉 好像知道武杰 什么时候会和我在一起 然后打视频电话 我抢过电话开始骂她 谁想这女人随后的一番话 像千万根针 扎进了我的心里 永远也无法拔出 她说武杰其实同她在一起 已经有五年了 一起经历的事情不比我少 她是爱我老公的 如果我不介意 她愿意做小老婆 让我做大 我终于忍不住了 所有难听的话 一股脑用了出来 我骂她 用世界上最难听的话骂她 她始终没有盖下电话 也没有回忆拒嘴 她就像受气的小媳妇 要用她的隐忍告诉武杰 她是爱她的 讲到这里 连我自己都觉得 这种情节只发生在古代 有钱男人的三妻四妾 小老婆让大老婆骂到狗血淋头 还得忍气吞声 说到底都是女人 女人何苦要为难女人 我们只是不幸运地 遇到了同一个渣男 而且谁都不愿意放手 我和朋友倾诉这些事情 他们都劝我快速离婚 及时止损 可我考虑到很多现实的问题 也许是我本身就不自信 我觉得离婚后 我顶多能找一个老头过日子 好一点的就会嫌弃 我离婚还带着孩子 或许下次出现的人 将比武杰更糟糕 这些年为了照顾女儿 我也没有出去工作过 也没有收入 我没有能力在离婚后 独自抚养孩子 更不想把孩子交给她 而且当初武杰以我的名义 办的信用卡 30万替她还赌债的钱 她还没有还清 如果我提出了离婚 岂不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我不甘心 所以让我主动提出离婚 并不是我解决夫妻问题的必选项 甚至都不是一个选项 我终日一泪洗面 武杰一出门 我就会胡思乱想 我在家里翻东翻西 总会找到那个女人 和武杰在一起的痕迹 她就像阴魂一样缠着我 出现在一些不该出现的地方 我时常偷看武杰的手机 那个女人还在给她发信息 语气就像一个妻子 期盼着归家的丈夫 话里透露着无尽的关心与疼惜 我依旧和武杰分房睡 我做不到为了和小丝争宠 而去讨好武杰 毕竟那是一副别人用过的身体 而且我会在脑子里 构想武杰和那个女人缠绵的画面 就像吞下一只苍蝇般的恶心 前段时间 我在她的淘宝账号里 发现了武杰给那个女人的购买记录 搭了衣服和包 小的手机充值花费 我要武杰把给那个女人买的东西 全部给我买一遍 武杰不同意 我便找她闹 威胁她如果不买 我就从家里跳下去 最后她妥协了 看到武杰给我发的购买记录 我笑了又哭了 我反反复复地折磨着自己 小三还是每天联系武杰 她最后连那个女人的信息也不删了 光明正大的给我看 我气得扔了她的手机 前段时间 武杰终于向我提出了离婚 我从心里哼出了一声冷笑 看来新鲜的甘蔗水 还是比我这陈年的普尔茶喝得有味道的多了 该来的还是要来 和武杰纠缠了这么久 我也掌握了不少武杰造作的证据 包括她赌博欠钱 以我的名义办的信用卡 写的证明材料 还有和小色出轨的证据 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拍了照发给了武杰 离婚可以 房子卖掉 一人一半 她所欠的债务与我无关 离婚后我也没有义务 继续帮她偿还 她必须自动放弃女儿的抚养权 武杰没有想到我的隐忍 是为了搜集她的证据 最后要将所有利益归于无过错方 她以为我是一个懦弱的 有着完全付出型人格的人 小三也以为我好欺负 只有她逼宫 我就会让位 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 武杰不知道 那天我无意在家中 发了小三的运检通知单 我偷偷地保存了下来 她婚内出轨的证据 是怎么也赖不掉了 小三用肚子里的孩子威胁武杰 一哭二闹三上吊 终于武杰扛不住 向我提出了离婚 并爽开地答应了 我提出的所有条件 从民政局出来的那一刻 我没有任何伤心的感觉 大不留心地离开了这个 曾多次陷我于不意义的男人 永远都不想再回头 隔影在我心里 那块发臭的隔夜石 终于吐了出来 离婚一年后 我当初介绍我俩认识的亲戚那里 我听到武杰的状况 小三不愧是KTV的狠角色 他爱上武杰的目的 也是看上了他家在金融街的那几套房 生下孩子后 武杰狗改不了吃屎 还是终于流连于德州扑克俱乐部 再次接高利贷 把家里的几套房子和门面也败光了 武杰的父母不得已和武杰搬到一起住 老人非常讨厌曾经当过小姐的小三 骂他不要脸 好端端的拆散别人的家庭 成天和他不对付 家里被那个女人闹得鸡飞狗跳 终于那个女人受不了 丢下了孩子和别的男人跑了 临走的时候还告诉武杰 其实孩子并不是他亲生的 孩子的父亲是谁 他自己也不知道 现在一家人不知道要拿这个孩子怎么办好 武杰的妈妈终日以泪洗面 他的爸爸也因为一口气没缓上来 中风住进了医院 家里被武杰闹得快家破人亡了 后来武杰的妈妈还来找过我一次 希望我看在孩子的份上和武杰复合 我笑着告诉他那是不可能的事了 曾经我紧紧地抓住这一段婚姻 不放手 被伤得遍体鳞伤 也还是不肯罢首 而今我勇敢地走出了属于自己的第一步 终于感受到了安宁 没有想过再回头 婚姻走到今天 我知道自己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好的婚姻是需要两个人一起经营 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 我在并不爱她的情况下 进入婚姻 又在看穿她丑恶面目的情况下 不能自救 是我自己不够尊重自己 对幸福的人来说 婚姻是温暖的港湾 对于不幸的人来说 婚姻便是可怕的围城 婚姻的基础建立在爱上 然后是责任 共同付出 与彼此尊重 接下来 我要在新的日子里 重新活出我自己 懂得爱与被爱 遵从自己的内心 以尊重婚姻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